你剛剛有提到說明年一月之前疫情就會結束 大概是怎麼樣一個想法 以及說現在台北市的那個疫苗步道定過的疫苗 其實台北市 是這樣啦 如果按照戶籍算的話 60幾 但是如果以實際人口是70幾 因為我們台北市其實很多都是 戶籍不在台北 但人在台北 比方說啦 台北有三十幾個大專院校 大專院校很多 戶籍都不是在台北 但是在台北還是有被打 疫苗打了 所以 實際在台北市實際活動的人口 已經超過70%的是第一劇打完了 第二劇也接近30人 事實上目前全世界疫苗生產速度相當快 所以 我也認為從現在開始 大概每個禮拜都要打相當多的數量 我們一天如果打接近5萬劑的話 標準可以打平均打到4萬沒問題 4萬的話 30天都打120萬 兩個月就240萬 大概第二輪也打得完 所以只要疫苗按照這個速度 到年底的時候大概70%的打兩輪 應該會打到 市長 那像自編的那個28億是不是就不用 不需要 這樣啦 這個這樣啦 當時變那個28億是第三劑 第三劑考量 還有這樣啦喔 還有一個是藥物啦 因為默克那個 這個新冠肺炎的火屋藥物也上次了 不過是這樣啦喔 我當時有跟陳志忠講嘛 就是說 請他們提 我們會正式公文喊給衛福部嘛 他只要講得出 那明年第三劑的採購計畫 還有這個藥物的準備狀況 那我們到按照他的 給我們的公文再來決定 那28塊要怎麼處 28億要怎麼處 可是被批說買疫苗怎麼可能只靠招標就怎麼處理 沒有啦 這個其實 因為還好就前面有 鴻海有買過嘛 所以我們都知道那流程 不過是這樣啦 如果他們衛福部都可以自己處理 我們也不需要去麻煩 市長 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議員譬如說 針對臨場所的罷免案 關鍵組會在你 或說你表態的話 他就會比較危險 那想問一下你的態度 你說比中黨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以前台灣選舉很多 每年都在選舉 後來慢慢經過整理以後變成 每兩年選一次嘛 一次選中央的選舉 一次選地方的選舉 所以這個大概整個政事就比較有順序的在進展 不過現在喔 有一天突然這個罷免開始流行 現在變成選舉 還差一個罷免 罷免過後還在補選 然後 我很清楚嘛 這個罷免都是 不管是罷免補選都是政黨的在仇恨動員 老實講 我個人對這種現象不是很喜歡 所以基本上對政黨在後面驅動的罷免案 特別是 從去年之後我就越看越不喜歡 那倫娜來拜託你的話 你會幫他嗎 因為傳出說 你是因為2018年市長大選認為他有幫到逼 所以還要保持整理 其實是這樣啦喔 這以後再跟你講 我發現我們醫生都不太適合從政 醫生都是在救人的 不是在害人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不會去害任何人 他有跟你接觸過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覺得常常是這樣啦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立場 但是人家以前有幫過我們 我還是要跟人家說謝謝 所以你覺得他之前有幫過你嗎 2018的時候有 所以如果他還拜託你的話 他不用拜託我啦 那後來像環南市長的事情 他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才開始罷免的事 然後會覺得他現在還是會幫他嗎 還是那句話啦 我對目前台灣的這種仇恨動員式的罷免 我個人表達我不太喜歡 其實公投也是一樣 公投其實是要討論的 不是二選議嘛 我就表明我個人是不占人何事 可是也何事不蓋後面的配套措施要講得清楚 結果我發現大家都不講後面的配套 他每天在動員 我說實在是受不了 這怎麼看藍綠現在公投的宣講都已經旗袍了 變成是藍綠對比 甚至藍衣還出導國工作 問題是齁 台灣其實在全世界齁 經濟體排名是20到22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台灣在世界上不是一個很差的國家 我們還是 我們20到22 但是還是可以繼續立身上游 所以 希望說國民的水準可以越來越高 然後 公共政策是要討論的 能源政策是要討論的 還有這個產業政策 這很多都要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遊行可以解決的 市長民眾黨從良好兩壞變成到良好不定調良好 是不是因為有一個黨的用途意見 不是啦 我們後來我在裡面再講過 說這種題目不是純粹的投票 是要討論的 是要討論 不管 其實都這樣 這個核四跟那個三接 就是那種藏教 這兩個是互相矛盾 這兩個都夠或兩個都不夠 那不是很好笑 所以人到真的要用愛發電 所以這個是要討論的題目 我覺得目前訴出這種仇恨動員 那都是SNO 那都沒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這實在是不是國家 正常國家應該有的 好了好了